嗨,我是夏萍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嘴 因为啊,我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 你到底想怎么唱 你到底想怎么唱这件事情的答案 例如说,你想要唱得厚一点 你想要唱得扎实一点 那你知道怎么样会比较厚吗? 你知道怎样会比较扎实吗? 怎样会比较轻柔吗? 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诶 全是好像要开心一点 好像难过一点 那你知道怎样是难过一点 怎样是开心一点吗? 所以,不管是音量、大小声、轻重音 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一个动作 而不是音高,对不对? 你会发现,从大后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人会问你说,这个音想要唱什么音高 因为音高这件事情,它在原曲决定了 它在你在对嘴的时候 音高都在想象中决定了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 拿掉音高,甚至拿掉声音之后 你到底想要哪些动作? 你知道你可以选哪些动作吗? 那这个东西它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稍微做一些流程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如果听不懂的话没关系 那就是希望你去尝试看看 希望你去开发让自己多一些尝试 去做到所谓的音高它一直都在 它一直都在 但是你想怎么唱 可以吗? 你要用什么声音唱? 你要用什么样的咬字唱? 为什么有时候会说吼? 开始啰! 所以在对嘴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掉音高的音响 我们要开始认真的去观察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类似什么概念 今天请你站起来走三步 请问你这三步怎么走的? 你的手呢? 你的脚怎么走的? 你的膝盖怎么提起来的? 很难对不对? 没有人会记得这件事情 发声也是类似的道理 而且那些肌肉更难观察到 但是你要常常的去做观察 常常去做你的计划 然后常去做你的检讨 再来 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真的想要做诠释 你怎么知道这样是难过 你怎么知道这样是小声 这样是大声 怎样会大声 怎样会小声呢? 那依序来说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你要先把音高这件事情 想办法藏在你的呼吸的通道里面 在鼻子呼吸的通道里面 去做 然后去做哼鼻音 张开口的哼鼻音也可以 然后再去做闭口 那所谓会用舌根的人 或是用喉咙讲话的人 通常会做成 然后他觉得上面那个叫做假音 下面这叫真音 所以他永远都连不起来 所以请你把上面那个东西 带下来 然后再去做成开口音 这条音高的线跟口型分开之后 你才有机会继续往下走 那当然如果还是会有断层的话 那就是浑身曲内断会有点问题 但是不管 我们先继续往下走 再来我们要进入对嘴的计划当中 那你可以用plain跟recall来做这个计号 plain就是在做对嘴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去分 例如说无声的对嘴 他是可以憋着气作 他可以叹着气作 或者去做有声的朗诵 那有些人他有讲话很好的习惯 有些人他讲话习惯很不好 那我就建议他去做无声的对嘴 顺便改善他的讲话 那在对嘴的时候啊 先随便念一念 然后呢 再来去做 真的认真的观察 在随便念一念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字 你是怎么去念的 在你想象中 那个声音是怎么进去第一个音 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的中间 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例如说我们用 如果雨之后周星哲的新歌 来做一个小小练习 他是这样子的 他第一句的副歌 直接跳了一个半八度 我只想说 我认真的爱过 可是如果 我今天想要加一点诠释 我可能会想要讲 我只想说 我认真的爱过 我只想说 不是 我只想说 这个东西就变成 我只想说 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在计划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朗诵的东西 或是去做对嘴 然后在朗诵对嘴的时候 没有声音对嘴的时候 请你去感觉一下 今天如果是送气的形态 我这边有分送气跟憋气吗 今天如果是一个送气的形态的时候 请你让身体去自然的泄气 刚好有机车 我不知道大家没听到 好就是 那你自然的送气的时候 就感觉一下 你的空气怎么流出来的 然后去让它变成有声音 我只想说 我认真的爱过 如果你从无声 变成有声的时候 变成 我只想说 它就完全不一样 我只想说 它的无声对嘴应该是 不太一样 慢慢地去观察 各种声音 各种音量 各种音色 它的对嘴都应该要长得不一样 然后再来是 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让它的 从憋气的状态来做 憋气形态的对嘴 你就完全不要送气 去观察一下 你在拉长音或是任何的抹音的时候 憋着气 怎么憋的 为什么你嘴巴张开了 可是空气没有出来 而且你又不觉得在锁后 这就是闭合啊 你怎么闭的 去观察一下 那它在止音的时候是可以喷气 不是 它可以泄气 可是不要喷气 例如说 我只想跟说 它其实本来就要送出空气来 就请你再对嘴变成这样 头有一点点 可是后面请你憋好气 母音不漏风 子音不喷气 送气的形态就是 母音会漏风 子音不加速 子音它只会空气变得多 因为你的声门比较松开一点点 让空气出来 例如说 啵啵啵啵啵 全部都要喷气嘛 对不对 我今天声音很哑 而且我好痒 我一直在想咳嗽 所以再来我们要直接讲一下后面 你开始去做这些东西之后 你就要去观察 例如说你如果唱成这样子 我只想说 那个想 你就觉得不满意 不满意有几个可能性 在想这个字的时候 你的咬字跑掉了 我只想 哎哟 你就要开始去回忆 检讨一下 到底你在想的时候怎么念 噢 靠呀我干嘛这样子念 所以我想要怎么念呢 我只想 好不像在念想哦 可是你对嘴不就是这样吗 我只想说 我 哎哟 糟糕 在我进去之前就开始说 不对 我怎么进去的 我希望气 我 我只想说 我认真的爱过 我认真的爱过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鼻音多一点点的习惯 我认真的爱过 我认真的爱过 那就是类似这样的道理 所以 这样子的方式你一句一句的去唱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检讨 到底你在这个字的时候你的字头 我 还是我 在母音的时候拉长你的方式 或是你的收尾跟弦接的时候 我只想的时候中间是不是我只想 跟你的对嘴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你的气息又快慢 指的是说我今天是 我认真的爱过 可是我对嘴的时候想像的空气并不是 不一样 对不对 我认真的爱过 他的对嘴就是 不一样 那 压力的变化指的是说 你怎么去做一个对嘴的大声跟对嘴的小声 我只想说跟 我只想说的对嘴有什么不一样 那如果做错变成我只想说的对嘴又有什么不一样 当你可以感觉出没有声音 憋着气 或者是送着气的时候 这些音量上的差异 来自于你的身体跟气流 你会越来越能够掌握到 不是靠舌根来改变音量的感觉 那在更进阶点之后 你就可以去感觉像你在对嘴的闭合位置 为什么会说高喉头低喉头 当你去做一个深呼吸 然后停住 原来压力感好像在这里 当你今天做了一个好像鼻音的声音 然后去停住 感觉压力感好像不在这里 好像比较上面或者哪里比较僵硬 那共鸣的形状指的是 有些人他觉得到高音的时候要转换一下共鸣 他会觉得好像从 它卡了一个的感觉在里面 但是那个东西它有意义的 它有肌肉在动的 所以你要是可以在对嘴的时候找出来 我今天要做的是 然后这个肌肉留着 可是嘴巴要打开 跟没有这个肌肉 他就应该要不一样 他就应该要不一样 在对嘴的时候也要不一样 那真假声带又更进阶了 因为像我去学四吼老师 他就对他来说 去听任何声音 他的颗粒感不一样 他用到的假声带比例不一样 所以那阵子我去听一些 比较有颗粒感的歌手的时候 我甚至听一听我就会开始 他好像是 还是他是 还是他是 他到底在怎么念的 他到底身体是 还是 之类的 每个动作 每个声音都有他不一样的 相对应的对嘴 你才会知道说 拿掉了音高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所以开始了去做各种的 自己自觉的练习之后 去检查 检查受情要好好诚实 看着镜子也可以 去检查自己的脸 自己的 这一块的肌肉强硬程度 或是自己的胸口 自己的肚子 你在对嘴的时候 你在朗诵的时候 你如果肚子有在动 唱歌的时候有没有 那当你去一次一次 这样的检讨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有 越来越多的想象空间 哦 我这里想要这样做 所以我没有做到 我这里不想要这样做 那我可不可以 试试看拿掉 就是这样子 你才会慢慢的去知道说 哦 这样好听 所以我要怎么去做 或者是你有时候做对了 突然做对了 你就会因为这样的训练 就发现 哦 原来这个东西 是这样唱出来的 我只想说 我永远的爱过 什么 例如说 你在我的心中 从没有离开过 你在我的心中 从没有离开过 到底紧缩是什么意思 因为常常有人跟我讲说 他有时候会对 有时候会错 所以你要能够去检讨 怎样是 哦 原来这样会错 哦 原来这样会对 你才有办法记起来啊 不然你怎么记 每次都碰运气 对不对 那 而且这样 也可以训练你的音准 在脑海中的音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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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自己 一比一的时间 去做对嘴练习 呃 这个影片 有一点点难懂 但是 呃 你如果愿意 让这样尝试的话 我相信你会进步的很快 你会对自己的歌唱 有越来越多的想法 而不会只在浮现原唱的声音 那这是我在2017年来说 最大的进步 因为我的对嘴 从咬字的对嘴之外 开始去注意到的我的身体 开始去注意到我的共鸣 注意到我的闭合的感觉 来自于哪些肌肉 当你的对嘴能够控制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你的本事就越来越强 你对你的身体的理解 会越来越好 那就这样子咯 2018年 加油 拜拜